第13集,我們來看D開了的3字 D在發音的時候,雙唇張開 舌前和舌圓向上提升接觸上齒齡 然而提升阻絕口腔和鼻腔的通道 震動聲帶,氣流自胸腔流出 阻絕在舌與上齒齡後 之後阻絕除去,氣流溢出而發音 D,這邊聯想法就是突出 發音的時候舌頭向前延伸 代表肢體向前的動作 代表突出的物體或動作的意義 中文同音同一字 到、但、登、地、得、躲、丟 都是D的發音 第一個字,add,增加、附加 他又說我為他感到難過 I'm sorry for her, he added 他又多說了這句話 I'm sorry for her,我為他感到難過 第二個字,動,d,o,n,動,破曉,黎明 湯姆昨天黎明就起床了 Tom woke up at dawn yesterday Walk up是過去式 原形是wake,wakeup,wake 這是過去式wake,wakeup,起床 at dawn,黎明的時間 昨天,yesterday 第三個字 data的adate data data 這個老師拼錯了 data才對 因為他的中文解釋是資料 並不是約會或是日期 如果是這個data 是叫date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date date KK音標是這個音標 date 這是指日期日子 或者是約會 這邊有例句 約會 I'll have a date tonight 我今晚有個約會 這個就是當名詞 那如果是動詞的話 這個湯姆的信從來不寫日期 這邊就是著名日期什麼時候 他就是一個動詞 Tom never dates his letter 他是當動詞的用法 那我們現在這個講義裡面 他講的是data data是資料 所以這邊是data 我們來看一次這邊 data data data是資料 數據 像我們常講 big data 大數據 現在這個時代常講大數據 big data 就是這個data才對 所以這邊要改一下 data 這邊要例句 這些資料並不真實 this data was not true this data was not true 第四個 day d-a-y day 日子 長譯的a day 日子 一個禮拜有7天 there are 7 days in a week data 傅數 好 第五個 the i died 死亡 他死於戰爭於多年前 he died 過去是加低 in the war many years ago 他死於戰爭於多年前 he died in the war many years ago 多年前 第六个 digit 手指数字 digit 这个报告为二位数 There are two digits in this report 这个报告有两位数 There are two digits in this report 第七个 doctor 教授 医生 在我们看医生以前 必须事先预约 We hav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我们必须先预约 就是we have to 我们必须 make an appointment 预约 说一个约定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doctors before we go to see them 在我们去看他之前 看他们之前 我们必须先预约 第八个 第八个 Dowry 的要到一日 Dowry 嫁庄 Dowry 他们的例句 这栋房子是他的嫁庄 This house is her dowry 嫁庄 第九个Drive 常用 驾驶 晚上不要开太快 Don't drive too fast at night Don't drive 不要开太快 too fast at night 再晚上 第十个 Dagger 短剑 匕首 Dagger 第十一个 Dart 雕枪 第十二个 Dandelion 匕首 Dandelion 匕首 Lion 是狮子毛 Dandelion 就是蒲公英 像狮子牙齿涂出的植物 Dandelion 这个字有意思 Lion 后面这个是狮子 Dandelion 就是蒲公英 想一下蒲公英的那个毛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狮子头 Dandelion 第十三个 Dentist 牙医的 Dentist Dentist 牙医 第二指掉落 发音的时候 舌头向前猛冲至底端 故有物体向下掉落 或位于底下的意义 中文的同音同一字 掉 低 倒 低 底 地 都是D的发音 第一个 Deep 的异地 长的异 deep 很深的 深的叫deep 这河水太深了 以至于不能游泳 The river is too deep to swim 这个河太深 is too deep to swim 所以不能游泳 这个to to 这种句型 就是太怎么样 以至于不能怎么样 就是too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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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 to swim 太深了 不能游泳 第二个 Dick 短音的e 的e Dick 挖 老鼠总是在田野里挖洞 Rats always dig the calves in the fields 注意哦 Rats Rat 加S Rats 他不是mouse 他用Rats Rats跟mouse不一样 Mouse是比较小的老鼠 Rats就是那种在外面跑来跑去 那种灰色很大只的老鼠 看起来比较脏的那种叫Rat Rat 加S Rats 总是挖 挖洞 Caves 是洞 加S Caves 挖洞 很多洞 Dick the calves in the fields 在田野里面 第三个 Dimple 就是酒窝啦 笑窝就是酒窝 的e Dimple Dimple 他脸上有两个漂亮的酒窝 She has two beautiful dimples 加S 的复数 On her face 他脸上有两个漂亮的酒窝 是炎波 第四个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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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将东西倒入液体的动作 浸泡的进 他把萝博浸入水里 E Dipped The carrots into water, dip the carrots 就是浸泡这个萝卜 到水里面 into 就是进去 water into 水里面 这过去是加一滴 dip 我们再看到第五个 dive 潜水 dive 潜水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diving is a good exercise 那你看这个diving他在这边已经加了ing 本来是dive,dive是潜水是动词 可是一个句子不能够有两个动词 像一个简单句子里面 英文的句子里面一个简单句里面 绝对只有一个动词一个主词 所以他这个就是主词diving 潜水这个动作,这个运动 is a good exercise exercise就是运动,它是一个名词 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那这个句子里面的动词是什么 就是is嘛 那主词是什么 就是潜水嘛 所以他告诉他说 潜水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所以主词加动词 这个dive就要加一个ing 因为dive本来是动词 不能够两个动词 所以dive就要加ing变成diving 去一加ing变成div ing diving is a good exercise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文法 就是一个简单句里面 就是只有一个主词跟一个动词就对了 不可以有两个动词 重点是不可以有两个动词 所以你不能用dive意思 这样就变成两个动词了 要把dive改成加了ing diving 第六个,do 这个常见做 当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你必须尽其所能 you must do your best 你必须尽你的最好的力量 your best 你的最好的力量 when they need your help 当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need your help 需要你的帮助 第七个drop 这个要注意哦 不要念drop drop drop就很难听哦 就是念drop 你就把这个的当成那个举 有点举的音就是 drop drop 掉下 好这边有造句 他在办公室里面掉了皮包 he dropped 我过去是加1d his purse 他的皮包 in the office 在办公室里面 他在办公室掉了皮包 he dropped his purse in the office 好第八个 dows 进入水中弄湿 dows the outdows 第九个duck the the duck 末入水中 duck 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想到什么 duck是不是鸭子 鸭子 那怎么是末入水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duck 突然滴下 将什么东西按到水里面去 按入水中 突然滴下 这个动词就是突然滴下 但是他有更多解释 名词 duck duck 没错 他就当成名词就当成duck 就是鸭子 那也有帆步或初步的这个解释哦 那你就想一下这个鸭子啊 他那个头啊 把他压到水里面去啊 末入水中 所以他的动词就是变成末入水中 压到水里面去 啊名字就是duck 就是鸭子 这样记就可以一次记住两个意思咯 第十个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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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道 第十一个 dream dream 一样你不要念dream dream哦 你要念dream 做梦 这个像日本啊 为什么这个小叮当叫 哆啦A夢 哆啦A夢 其实他就是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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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日本人就会把它封在念 d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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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Duck是D-O-C-K 不是上面的D-U-C-K D-U-C-K是鴨子或是末路水中 這個D-O-C-K是船屋 碼頭的意思叫Duck 那怎麼記比較好記 那因為碼頭嘛 你就想說它是頭 頭是圓形的嘛 所以是O-D-O-C-K 那上面那個鴨子是D-U-C-K 為什麼 因為它在水裡面嘛 所以是U U這個單字看起來就好像可以倒水進去有沒有 所以是末路水中 所以這個Duck是D-U-C-K 這個Duck是D-O-C-K 碼頭 Duck 一個頭就是O很像頭 Duck 那艘船進入船屋 The ship entered the dock The ship就是船 Entered 就是進入加D加ED 過去是the dock 就是船屋 第二個Draw 拉拔出 他拉下了百頁窗 He drew down the blinds 注意喔 這邊拉是Draw 可是這邊用Drew 這是過去式喔 Draw 是圓形 D-R-A-W 過去式是D-R-E-W 念Drew Drew down 就拉下 The blinds 是百頁窗 那你看Blind 不要加S的話 你看一下這個單字叫什麼 Blind Blind 是瞎的 眼睛瞎的叫Blind 那他還有一個解釋就是白頁窗 那白頁窗會加S 所以這邊Blinds就加S 因為白頁窗很多片 第三個 Drenched 使濕透 進濕 Drenched 約瑟夫渾身被雨水濕透了 Joseph was drenched with rain B 動詞加過去分詞 BB 就是被動的意思 被雨水濕透了 was drenched 你只要看到B 動詞加過去分詞 就是代表被動的意思 因為約瑟夫自己不會濕 是被雨水濕了 所以被雨水濕透了 就這樣記 第四個Drink 這個常用 drink 喝東西 飲酒 drink 你不應該酒後開車 You should not drink and drive 所以這個drink 他這邊沒有寫出酒這個東西 他只有寫drink 那他可以當作喝酒 你如果說你是喝水你就講drink water 你就要把water講出來 你如果不講的話純粹講drink 很大的機率是講喝酒 第五個drunk drunk 淹死 逆死 他掉到橋下淹死了 he fell 就是掉下去 from a bridge 從橋掉下去 從橋 from 從哪裡 從一座橋和bridge and drunk drunk 淹死了 這個drunk是過去式的動詞 然後fail掉下去 也是一個過去式的動詞 那你說一個句子裡面不能有兩個動詞啊 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這邊有個and and是一個連接詞 他可以連接對等連接詞 左邊跟右邊是對等的 所以左邊有一個動詞 右邊可以有一個動詞 而且都是過去式必須對等 第六個duct duct duct 輸送管 duct 在天花板裡有很多空氣輸送導管 there are many air ducts 加S 複數 in the ceiling ceiling就是天花板 in the ceiling 第七個 educate educate 教育 訓練都叫educate 他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士 小一個字喔 教育的女士 she is an educated woman 這個加D educated 這個代表受過教育 educated 受過教育 那如果只是educate 是教育 動詞的教育 教育某一個人 但是這個講的是受過良好教育 is an educated the educated woman 下一個章節我們再繼續講第四十頁喔